心脏层面的觉醒 心脏这个词指的是我们的整个情绪系统 我们的整个情绪体 情绪层面的觉醒意味着 我们不再从自己的情绪中获得自我感 无论是感觉良好 感觉糟糕 感觉健康 感觉生病 感觉清醒 还是感觉疲惫 我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寻找和获得自我感了 通常我们的自我感与我们的情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说 我感觉很愤怒 或者我很愤怒 我们真正的意思是 这一刻我的自我感与愤怒的情绪融为一体了 当然这种整合是一个幻觉 因为我们的真实自信无法被流过我们身体的情绪所界定 情绪层面的觉醒意味着我们开始看到并且明白 情绪无法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 它只是告诉我们自己在这一刻的感受 我们不需要逃避或否认自己的情绪 但是情绪无法界定我们 当我们不再用情绪层来界定自己时 我们的自我感就从情绪层面解脱出来了 从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 对大陆书人来说 不再用情绪来界定自己 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但是当然 我们无法通过逃避自己的情绪来达到这种转变 我们的情绪与感受 事实上是绝佳的指示器 指出我们的存在中 还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还有哪些我们已经或尚未看透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真理的测量仪 一旦我们陷入分裂的情绪 比如憎恨 嫉妒 贪婪 责怪 羞愧等 就知道我们正在从分裂状态出发 看待事情 这些来自于分裂状态的情绪 就像是一面面小红旗 提醒着我们 我们还没有看到事情的真实本性 情绪的混乱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无意识的虚假信念 我们的头脑装了某样东西 或许他装了当前的某样东西 或许他装了过去的某样东西 我们所知道的是 他装了某样东西 以至于让我们陷入了混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